3 Savage Green Hi大家好,我是山頂阿東 那我們朱蔥種的時候 因為後來天氣比較冷 本來一孫21天到28天要採 今天剛好第二十八天 來看一下 拔一顆起來看看 你看這個蔥白 這麼長 很漂亮 然後你看這個 原本它的頭大大的 現在削掉了 就是剛好踩的時機 哪邊大大 這個頭 豬蔥頭我們本來是胖胖的 現在已經瘦了 就是剛好要踩了 再不踩 這豬蔥現在這麼漂亮 它如果讓它垂下來之後 就像頭削掉 就開始會有點爛爛的 這裡有點爛爛 就不好吃 哪邊垂下來 這葉子 它現在葉子 你看葉子 這邊 葉子不都向上面嗎 向上面嗎 你看這一根 這一根就長得不好了 你說有黃葉 對 它整個長得不好 這麼大 都黃掉了 像這一根 你看一下 這一根就還不錯 整個都是向上面的 沒有黃葉很漂亮 但是它只要這個頭削掉 就要踩 不踩的話 它就會醜掉 所以現在是踩的時機 然後你看我們後來種的 我們後來種的 你看 又開始長出來了 慢慢長出來 慢慢長出來 有沒有 這個應該這個 越後面種的時間會越長 可能會超過28天才拔 因為越冷 越冷 所以它會越長 會到28天才拔 所以 朱蔥就是種法很簡單 然後 要把握它採收的時間 一定要把握採收時間 剛好今天天氣暈暈了 再來是好天氣 如果一繼續下雨 這些採收 它就會收成 就會變成不好了 好 那就是很簡單的 朱蔥採收的時機 那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分享不錯 請你打開你的小鈴鐺 按讚 分享 謝謝